帝王也痴情 你敢相信吗 一个二婚的女人 竟然把一代君王迷惑的 那是神魂颠倒 死后这位皇帝呢 还在他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 这位痴情的皇帝 他就是大清的开国皇帝 皇太极 现在慕子呢 就来到了东北地区最大的帝王陵亲 沈阳的清昭陵 皇太极的陵亲 据说这里面 那可以说是机关重重 陷阱无数 就连考古人员都差点命丧于此 听起来就毛骨悚然 下面咱们就走进皇陵 去了解他的神秘之处 去听一听 皇太极为什么对这个二婚女人爱得无法自拔 走吧 清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 和孝多文皇后 伯尔吉特市的陵亲 威辽宁省沈阳市 始建于崇德八年 1643年 昭陵呢 是清出圣经的三陵中规模最大 其实最宏伟的一座 荣马一生征战南北 功勋卓著的皇太极 也被世人千古传颂 成为了历史当中的匆促过客 听附近老人都说 清昭陵有个秘密 也就是昭陵的机关 那便是清昭陵的隐蔽墙上 这里呢 一共有13朵牡丹花 传说呢 在这些花当中啊 隐藏了一个按钮 那么据说呢 你触动之后 皇太极地宫啊 大门就会打开了 现在来了很多游客 而且呢 有游览的 有亲自摸的 也都听到过这个传说 因此呢 罩壁上的莲花呀 咱也不知道当时被多少人给摸过了 当时帝宫呢 他却始终没有打开过 这个秘密 到底知识真是假呢 现在呀 也不得而知了 这里面就是昭陵大宝鼎 1963年冬季 一名护陵老人 在选逻的时候呢 无意间发现了一只火红的狐狸 从林中窜了出来 结果那是紧追慢赶 他也没有追上 后来钻进了树洞里面 当时一连浇灌了 十几桶水呢 想把狐狸给逼出来 结果黑洞啊 他都没有满 最后呢 文物部门派人下去探索 当工作人员下去之后 就发现通道变得越来越窄 拱着身子 在黑暗潮湿的地下爬行 大概爬行到了 大约150米的时候 突然发现隧道的前面 出现了三根石柱 石柱之间的空隙呢 是非常的窄 堵住了去路 当时那是进退两难呢 后来他没用手电筒 往前照了照 依然深不见底 四周呢 根本没有通道 更没有发现那只狐狸 地上是一些动物的残骸 由于地面潮湿大滑 推着往后爬 非常的费劲 氧气越来越少 当时三名队员出现了呼吸困难的险境 最后求救才反了回来 招令可真的是怪事连连 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敢下去 黄太极一生挚爱的海澜珠 他到底葬在哪里了呢 他就葬在了这个地宫的旁边 1642年的某一天 秋风萧瑟 大地寂静无声 空中几只孤雁 悲鸣而过 寂寥的气氛 令人心生悲伤 黄太极跪在一座墓碑之前 气不成声 他痛苦地哀嚎着 侍从们也跟着情不自禁地 流下了眼泪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 这位师太的皇帝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 表现出师太的表情 一年之前 海澜珠去世的时候 他哭得更加厉害 那么这一年以来呢 黄太极依然是无法从失去爱妃的阴影里面走出来 现在牧子呢 正在昭灵的卢恩殿这里 在前方呀 牧子看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啊 你看 这个地方呀 有好多狮子 有公狮子 脚下踩袖球的 但是在这边呢 我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您过来看一下 这是一只母狮 他的脚下在正常情况之下呢 应该是踩着小狮子 可是这个呀 这是母狮子在捕育小狮子一个特殊的情景 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海澜珠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落 是孝庄太后的亲姐姐 属于成吉思汗的后裔 为了巩固北部的边疆的稳定 清初的皇帝努尔哈赤制定了满猛联姻 那么关于海澜珠26岁之前的资料呢 没有一点记载 引得大家那是众说纷纭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古代的时候呢 女子婚配呀 一般都是在13岁到17岁之间 海澜珠的姑姑喳喳 她是在16岁那一年嫁给了皇太极 她的妹妹孝庄太后呢 她也是在13岁的时候呀 嫁给了皇太极的 那么当时海澜珠呢 已经26岁了 在那个时代 她已经属于大龄圣女了 才嫁给皇太极 可是关于为什么晚嫁 那是一片空白 尽管她年龄比孝庄稍长 但皇太极对海澜珠的爱呢 是无人能比 海澜珠成为了 一后四妃中的第一人 她当时被封了陈妃 就住在了沈阳故宫的关居宫 可是好景不长 海澜珠为皇太极生了个儿子 不久之后就夭折了 她自己呢 宁愿悲伤过度 身体逐渐衰弱 1641年 她的病情急剧恶化 皇太极得知消息之后 急忙赶回了宫中 却已经来不及了 海澜珠去世了 年近33岁 这突如其来的离别 令皇太极 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她在海澜珠目前痛不欲生 情绪失控 跪在坟前 一国之君竟如此伤心 可见她对海澜珠有多么的宠爱 两年之后 海澜珠去世对她的打击呢 也实在是太大了 最终在1643年 悲伤过度的情况之下 她也猝然去世 与海澜珠永远 四处在另一个世界 而且呢 在昭灵的二柱门上 还有个秘密 你们发现了吗 上边的望天吼呀 她被两根锁链子 钻住了 到底为何被拴住呢 相传以前 工匠在修建昭灵之时呢 工匠的手一步 小心被划破了 后来呀 血就流在了 这个望天吼的身上 因此呢 就具有灵性了 后来灵寝见完之后 望天吼呀 她当时经常到民间呢 去祸害民间百姓 因此后人呢 为了安全起见 用锁链子 把她拴到了现在 虽然说是个传说故事呢 但是却是昭灵的 三大谜团之一 都说 尽是无情帝王家 但是帝王也有情 自古多情不受的例子 比比皆是 黄太极的死呢 如今一直都在争论当中 有的说她是死于脑出血 然而呢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海澜珠的早逝 给黄太极打击呢 那是非同小可的 从此她生无可恋 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好 好